在杜兰特受伤停赛之后,篮网队的比赛打得就十分艰难了,哈登单和带队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,在最近一场与胡人队的对阵中,篮网打得非常吃力,最后输掉了比赛。 哈登在赛后采访的时候,非常直白地表示了自己对欧文的不满,欧文在赛场上不够配合,打的效果也不好,攻防两端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。 哈登和欧文之间原本就存在球权争夺问题,现在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,篮网队留着欧文旧事,想保住三巨头阵容,但是本赛季实在是多事之秋,三巨头组合几乎没有全员到齐过,要么是杜兰特独挑大梁,要么是哈登单和带队。 而且在输掉与胡人队的比赛以后,篮网队在东部的排名也岌岌可危了,如果下一场比赛再输掉,排名很有可能就会掉到第四。 虽然晋级季后赛还是有机会的,但是这对篮网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而且杜兰特还做出了一重要选择,他决定放弃出战今年的克利夫全明星赛,这已经是杜兰特第三年缺席全明星赛了,伤病对他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 杜兰特在篮网队的时候,篮网队过于依赖杜兰特了,这也导致篮网队没有了杜兰特以后,成绩下滑严重。 本赛季的交易窗口不久之后就要关闭了,火箭队也终于将沃尔摆上了货架。 沃尔本赛季一场比赛都没有打,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如何,火箭队对沃尔的态度也十分糟糕,但是交易筹码却开得很高。 其实有很多球队都非常重义沃尔,但是因为交易筹码开得太高,大家都处于斟酌阶段,不知道沃尔的交易什么时候才能达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